每次坐在马桶上思考人生的我 都会被家里的猫咪给打扰 快点 让我进去陪陪你 看看你在做啥 可千万不能做啥事啊 不开门还在那拍照是吧 看我不挠死你 小羊 给我等着 话歹小祖宗啊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私人空间吗 知道猫咪为什么这么厉害了吗 也不看看我们有着谁的噱头 说出来都能吓死你 没错 我们都有蝙蝠侠的基因 干坏事就把你绳之以法 虽然我很喜欢猫女 但是我跟她之间肯定是清白的 看得猫咪这么狂妄才表示很淡定 就在这儿默默看着你们炫耀 来啊 糟作呀 还有什么看家本领都使出来办 我啥也不会 我就会当一个看客 以及打666 我好累 让我在一旁看看稀不行了 非要抱着我睡觉 告诉你 我是不会轻易被你降服的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 就是主人你赶紧去找个女朋友吧 每个动物都有不一样的命运 而在我的生命里 就是不断地吃吃吃 一直于我现在这么胖了 看我的小肚子都开始膨胀了 儿师兄肚子膨胀没关系 只要你不膨胀就行 吃东西降就七分饱 真的没必要撑到自己 姑娘 说了那么多 你还是不明白 放下手中的锅 放自己的肚子一条生路吧 你们给我一条生路吧 不吃饱我就会饿死 麻烦再来一锅 如果我给你一锅这样的饺子 估计你也吃不下去 这是同学从家里带过来的 饺子里没有馅 让我吃饺子皮呀 好事早就吃完了 还轮得到打包带给你吃 千万不能得罪媳妇 要不然你会饿死 这是媳妇给我准备的汉堡 两片面包夹着的不是肉和蔬菜 而是树枝 你实话告诉我吧 是不是把我刚度了